拜託賴清德 你不要再拿金庸當梗 好不好 讓我們 你是說不要破壞大家的想像嗎 對 讓我們停留在 真正的神雕俠侶的情境裡面 我請大家看這個是 上台的時候 2017年的6月到2017年的9月 他拖拖拉拉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絕對不是林權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上台的真影不漂亮 下台1.124 去年底1.124 輸了那天他說請辭 然後拖了一個多月 今天走人 48天 對 這個下台當然也有 他主動被動蔡總統的 衛留等等 下台的真影也不漂亮 這特別跟大家報告 韋翰知道我的執著 我們的選舉投票是投誰 可是跟楊過的個性也滿像 其實觀眾朋友 我們投票是選總統 我們不是選行政院長 所以其實行政院長 相對來講 他們並沒有所謂的民意基礎 誰的權力比較大 明顯是總統的權力比較大 是總統任命你 所以總統一定比行政院長大 這一次引起很多爭議的政策 到底誰決定的 其實是總統決定的 也不是行政院長決定的 所以賴清德這個請辭 他是在逃避 這個我覺得不足取 特別的譴責賴清德 主持人你知道 我有收集報紙的習慣 今天看到這些報紙 我覺得我應該去做資源回收好了 這個是去年底的 自由時報頭版頭 六大工商團體呼籲賴魁留任 這是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在民進黨 在綠營是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公開講說六大工商團體 請賴清德留下來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 還有 還有很多帳 各界為劉賴魁的聲浪 空前的牆 標題下到這樣子 我也是醉了 空前的牆 這個是很感人 萬人空巷 還有 蔡總統的 劉任賴魁是全黨的共識 全黨的共識 全黨就是民進黨的共識 賴清德你不是民進黨 你怎麼沒有全黨的共識 賴清德是個好投手 總統這樣稱讚你 未留你 你還不願意留下來 這個是自由時報總編輯的特稿 蔡跟賴合則兩立 也就是說 自由時報的總編輯周錦雯 他是非常資深的黨政記者 他鼓吹蔡總統跟賴清德 就是說簡單講說賴清德 你不要走 你跟蔡總統繼續留下來 合則兩立 合則兩立的下一句什麼 分則兩敗 石岡兄 非常好 我跟他推薦這個去年底 我們的申喉龍的北漂 我覺得這個北漂因為我都監看 最好看的是台南那一集 那一集黃偉哲被追問得很慘 譬如說北門的浴港裡淹水 麻豆的公武市場 打官司的訴訟 還有那個南鐵東益 南鐵都一直扯到詹順貴 因為詹順貴本身 南鐵東益的律師 林非凡 林非凡也是反對南鐵東益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說 藉由今天賴魁的下台 我希望突破觀眾朋友一個迷失 賴清德很像是五星級的 很像跟陳菊一樣 每次民調都第一名第二名 好像很厲害 他的台南神話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的結論 這一位是今天沒來 農替兄弟 他說這是賴清德 那天剛來台北做印章 他說賴清德治水有功 我們台南淹水更多 這是謝龍介講的 治水有功 然後淹水更多 他是在反諷他 所以到底賴清德做得好不好 不管是在台南市長任內 或在行政院長一年多的任內 我希望觀眾朋友 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你也有言 你去網路搜尋 那個申喉嚨哪一集 專訪黃偉哲哪一集 我覺得其實把選舉結果 歸就給別人 那是不應該的 應該是歸就給我自己 我自己 台南市長當選人黃偉哲 如外界預料般 為民進黨順利手下一席之地 不過臉上看不見絲毫喜悅 台下支持者寥寥可數 場面比陸選還哀七 本來要燃放鞭炮了 他們本來有些支持者很熱心 主動要來送鞭炮來燃放 我們也都把他給 希望說Hold住了 不要再做這樣 因為這時候的氛圍 其實的確不適合 再做一些這種 好像大肆慶祝 遵從總統蔡英文口號 黃偉哲面對媒體 謙卑再謙卑 因為這一次真的選得不漂亮 2014年賴清德尋求臨任 大勝對手黃秀霜 得票率高達73% 這一次黃偉哲 只拿到近四成選票 勝率票倉 流失超過三成 雖然選前最後一刻 賴清德南下幫忙掃接拉票 但效果似乎不太好 因為對不少台南人來說 賴神早就已經失去光環 牠不是死 牠是溫神 牠走到那裡都是害死人而已 談到賴清德心中那一把火 熊熊燃燒 麻豆公武市場居民毛大哥 當了民進黨員20年 原本以為在賴神庇護下 可以安居樂業一輩子 沒想到傾家蕩產 買的房子和土地 一夕之間化為物有 拿出厚厚一碟合約書 還有大大小小訴訟文件 1995年連同毛大哥在內 數十戶居民賣掉租產 透露麻豆公武市場開發案 和政公所簽訂條約 擁有房屋和土地永久權益 沒想到賴清德連任 台南升格後 一切全都變了掉 那我們嫌你的時候 你是來拜託 叫我們嫌你 等嫌完了 我們跟你商量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說現在沒在選機 別說說的 不認人 台南市政府不承認 當年居民和政公所簽訂的合約 地方法院甚至推翻 高等法院判決 居民每個月得再繳租金 金額2到3萬元不等 是台北市定價6到7倍 六都最貴 現在市府還為了重新整件 打算驅離所有居民 買這些 你如果買之後有床的沒關係 買之後這些房子 看一片吃片都人的 房子人的 還缺錢買到百三萬一百二百萬 你真的不會嫌嗎 你敢嫌你就嫌 真的不行你敢嫌你就嫌 你真的想過了老爸 以前就說一票一票好 老人倫意識的 那時候顧老人倫意識的 來算一票一票好 太知道了很多條 大家都大家都 眼睛都那個說的 都看官沒有看家 都陷在穿小禮就沒有 他就丟臉買東西 要跟你去揚死 真心換絕情 蔡阿姨生財工具沒了 每天只能在住家門口 擺攤湖口 月收入還不夠繳市服 每月租金 對這些居民來說 賴清德的存在 彷彿是一支吸血水智 自救會會會長阿連姐心中怨氣 伴隨淋水宣洩無出 店裡掛滿抗爭標語 一張張都是對賴清德的 不滿控訴 賴清德視而不見 對賴清德視而不見 反映在選票結果上 2014年 他太過分了 他太過分了 他這樣就要拿出來 他這樣就要拿出來 他這樣有錢有錢 他這樣就要拿出來 他這樣就要拿出來 沒有錢沒有錢 沒有錢 那人吃了人 都沒有頭黑的 賴清德視而不見 反映在選票結果上 2014年台南37個行政區 賴清德橫掃麻豆區選票 獲得81%得票率 但今年黃偉哲只剩下48% 大跌三成以上 賴神招牌逐漸吞色 823插庭煙到滅村的 北門區浴缸裡 新有七七煙 就是這裡 這裡的水還在這裡 那我就不想清啊 那個水就是淹上來 那個水還在這裡 那時候淹多高啊 里長 那時候 大部分都在外面 但是以那個裡面的那個床 就跟巴巴的一樣高 水淹房屋 彷彿是做垃圾回收場 里長林妙桑把所有證據 通通留在現場 過了好幾個月依舊不整理 就是要讓各企也知道 賴神的治水神話 全是假話 我那個公文還是 就是重要的文件 還有我的鞋子都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水深 然後它又飄浮 又倒了 所以放在上面的東西 也都是泡水 東西毀了還能重建 但對多數居民來說 更無法接受的是 賴清德的狠心無情 當時大雨不斷水位攀升 被視為救命的抽水機 差點也沒了 就覺得他很狠心 他幹嘛要這樣 他為了他的一句話說 三天內要把嘉義的水 把那裡的水抽掉 那就等於是要犧牲我們 雷清德看到這個數字 恐怕真的快樂不起來 2014年北門區原本77%的得票率 這一次只剩下42% 支持度大幅下滑 事情去 但油率翻來 恐怕是徹底失望 最好的例子就是新營區 今年只拿到35% 票數輸給高思博 六層樓的電梯站下 造價2000多萬 閒置了五六年 賣不出去也租不去 而在對面這棟燒場 過去也是不斷的閒置 兩年前租給了蔡英文當成 新營後援會總部 不過現在彷彿是座廢墟 所以感覺升格後 感覺比較不好 不好 不好 過去最熱鬧的一條街 現在走沒一回 就能看到好幾塊出租招牌 新營市區榮景不在 如同對賴清德的信心 越來越蕭條 同樣曾經風光的 觀光景點後避區 香榮之眼特派員到訪 成了當地店家 開門營業半天後 第一組上門客人 主人這個營業養廠市 走沒市場 我們現在算是最新的 到現在就算較好 就算到更愛化 他跟他變得更不好 他變得更不好 他變得更好 就更厲害 只會他大堂市 都看都看在成熟 我們這個小鄉 小鄉這個就重要在成熟的 台南升格院霞市 就像高雄縣市合併後一樣 資源反而通通集中到市區 雖然民進黨最後保住台南綠地 但過去全靠市民無怨無悔 協助撰寫已久的賴神神蹟 恐怕即將從最高巔峰崩壞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